老花姨每个一答回答一下臭宝们的洋王问题 第一个臭宝就比较有意思 他说老花姨你看我这个鸟巢举 叶子正面正反面颠倒了 这个啥子情况 我就给你打个比方说 你走在公交车上你看一个人裤子穿反了 感觉还没啥事 那你会去告诉他 你裤子穿反了吗 咋的你要给他问鸟巢 他就告诉你 我这裤子穿反了 我这咋的你老是说啥呀 这个鸟巢举或许现在就是此时此刻 这种心情我的臭宝 没事啊不影响 你说正常养护就行了 像这网上这种虫子该用什么药处理啊 这个虫子叫芥翘虫 闲得没事拿个棉签扒拉的玩吧 如果说比较嫌烦的话呢 你就用点药 小白药或者是阿维定虫米 好吗别的没啥 像这网上我桂花又交边了 这咋回事 你心里面没点树吗 应该通风能行吗 我就跟花儿们不止一次的说 我说你养花 你不行了 你又把这个花放到你跟前 你待一下 你跟他醋一段时间 你觉得舒服不舒服 你觉得没啥事 你觉得能醋 那你就跟他好好醋 对吧 你在那待着 你看大汗糖 你还呼呼给他浇水 我的天哪 他能不浇边吗 你看你这个盆那么高 在现在是积水 哦 跟通风太差 你现在可以放到室外去养护养护嘛 哎呀 通风差嘛 还多浇水 那么要了老命了嘛 我的帮 这就是水大的 下这网络 老外依我这图一的绣球 咋回事啊 跟土耳有时候不一样 土耳还有点变黄 这咋的呢 第一个就长得抽搬了 不伸展 一般都是缺一些钙 这种呢 在种菜的时候比较常见啊 就是那种比方说卷心 那这那那的 一般都缺乏一些微量元素 这个时候呢 是需要用一些繁肥水 或者是你买一些个那种 多微量元素的那种熬合剂 这个没别的办法 好吗 嗯 那个黄叶子很正常 偶尔黄个一个俩的 就很正常 没事啊 像这网络 坐标成都 你看什么原因引起了黄化 只要是引起黄化就营养不良 只要营养不良 肯定就消化不良 要么就土里面营养不够 就这俩事没别的 然后中央有在用补光灯 用补光灯没有用 好多的话有人说 啊老花姨 我站了那那那那那 那个补光灯 不是宝贝 你想 这个补光灯 它能替代阳光吗 它替代不了 有的话说有用吗 你看说有用 有用 下个座宝说 我茉莉 新长出来的叶子 为它这么薄 是缺点啥吗 缺点啥 缺点修剪 你不修剪 它长那么长干啥呀 你看你的茉莉花都长那么长了 再长长就能那么长了 你买一个花 买一个茉莉 长了两三米 长到隔壁老王家开花去了 你买的玩儿涂啥 还赖它瘦了 它能不瘦吗 天天各老王家都不知道干了点啥 它能不瘦吗 好了 今天养问题就到点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其他养问题 视频要留言 我是老花姨 养完最生意 咱们先今天见 不见不见不见